《小孩的有声书》 到這麼複雜的製作 因為這個製作裡頭 除了包含就是 它的戲劇對白 它音效的真實性 最主要就是它的音樂 還有我剛才講的 對小朋友的啟發性 我不能說我想要呈現什麼東西 我必須讓人想說 我常常質疑 為什麼不能呈現那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 要給小孩一天給你 他要單純 還要健康 還要有各式各樣的這種 說法 或者實際上是有限制 那我從很久以前 我就心裡面想 不對啊 我聽迪士尼的都不是這樣 他很華麗 他很複雜 他什麼都有 他才不管你什麼 什麼會不會嚇到 他才不管這些 那美國小孩都沒嚇到 台語小孩也沒被嚇到 但是為什麼所有做 兒童音樂 兒童雜誌的 通通告訴我說不行 這樣太複雜 他們聽不懂 他們學不會 不會啊 他們周杰的弄唱得蠻好的 怎麼會學不會啊 我就一直有這個疑問 所以 這個有聲書的過程裡面 我根本就不管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只管我這樣做 不管大人小孩聽到說 他有沒有共通的感覺 就是說很流暢 還是很鬥趣 還是很恐怖 還是有沒有 有 他就扯了 我只是在 試著去證明 我以前的那個疑慮 是 是 多慮 如果說 小朋友上一些音樂課 之外 比較沒有 多的時間 去欣賞音樂 應該是說 學習音樂這個才藝 可能彈鋼琴的人啊 拉小型的人非常的多 但是他如果去欣賞這樣的機會 似乎比較少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小朋友可以去欣賞我們的音樂 不要是 純粹只是切入說 我要去操作這個樂器 所以才會一路 對這樣的事情還蠻堅持的 我們必須 讓小朋友們在聽這個 有聲書的時候 他的畫面必須就是 立即出現在他的腦海 所以我們的音效呢 也就做得特別的細緻 所以 啟發性是非常重要 所謂的啟發性 就是透過聽覺 啟發出他的腦海 能構思出那個畫面 而且 是很容易 透過想像就可以做到 我要開始懸購 只丟下一句話就是說 大家都真的開始 當演員吧 這對弦樂的來說 是一大挑戰 非常大 對 首先要突破心房的就是他 對 因為以前比較沒有這個機會去接觸到 所以就覺得還蠻新鮮的 有機會也是死都不演 是我的真理 是一位你 對 對 角色跟我個性有點反差太大了 就是一些比較man的角色 要揣摩一些比較老人家的角色 還有一些比較有沒有 粗曠 我可能只有身材粗曠 但是 個性方面可能沒有辦法 然後 後來大家都非常認真的拿著劇本開始 很認真的一個字一個字念 我想最大的區別就是說 因為這次是有幾有台詞 以前我們做的跨界演出 當然就是所謂的氣樂劇場 甚至說把樂器逆演化 那我們最主要還是彈奏樂器 演奏這件事 那這次音樂也有牽扯到必須要背台詞 要講台詞 那又整個 也完全是真的純戲劇的演出 那比較困難就是說 你除了講台詞以外 你還是要演奏樂器 那我也在場上就看到真的 大概去展現不同的面貌 讓自己很努力的成為那個演員 肢體的導演 那他在知道我們要開始巡演的時候 他非常的開心 他非常知道我們的音樂的演員 那他也知道我們在場上 一些肢體的動作 那剛開始他也沒有特別去要求什麼 他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盡力的去展現自己 就很像我們自己在演奏的時候的那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導演他給我們非常大的空間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 就展現出另外一個戲劇的天分 我們的演員很棒 無論是阿瑪格格 菲菲姐姐 然後會跟演員 就是我們其他的藝術老師 一起去討論說 我們怎麼樣演更好玩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去找出一個更適合自己的表演法 因為就是音樂老師 我們在演就是表演的表情上 我們比較少特殊去用它 可是演員他就用他的方式去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 因為這在一般劇組裡面 不太常看到這樣的情況 這一次呢 擔任了說書人菲菲姐姐 就是說故事的阿倫 101的公關經理 原住女的小孩 一個搖滾的主持人 男主角 豬八竟 還有最後就是那個主角 這個二胡仙子的反派角色 魔情妖精 早安 好鬆喔 我們就出差吧 少一段 少一段啊 這麼大体啊 好膨盡喔 我们就在草皮上面举办了让孩子看完音乐会 然后呢带着他们到外面去做 把他刚才看的戏剧 一些印象深刻的一些场景 或者是人物把它画下来 那我们看到说孩子在外面这样安静的 然后去想 回想说他可能刚才在演出场地 他想到的每一件事情 他们把它画下来 他们在这个我们戏剧的呈现当中 他们除了欣赏到 他们又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看到孩子们很专注在画画的时候 真的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感动 我觉得绘画可以加深他们看完戏剧之后的感觉 就他们会把那看完的心得 然后呈现在他们作品上面 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 而且其实大家会看小朋友看完好像没什么感觉 然后之后还蛮好玩的 因为像我的学生啊 他们会回去跟宝宝妈说 诶 我不知道西游记是什么诶 然后就要求宝宝妈说 诶 你可以买西游记的故事说给我看吗 就是他们会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对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影响不耐 哇 嚇料 啊 拍星! 在这个阶段我们完成了八场 对啊去八场很不容易哦 从一个很小的场地到一个很正式的场地 像一個冒險一樣 大家都抱走了 我們有一個非常爆炸的結尾 我覺得非常的好 有點小小的捨不得 因為畢竟以前都是念音樂的 第一次接觸戲劇 然後又演了這麼久 從三月演到現在已經五月了 那其實當然 對於樂園們 我們都有感情這樣子 終於有完了 大家的辛苦 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們為下一出做準備 希望還有下次 感動 喜歡 值得 很值得 好看 開心 金曲獎見 謝謝大家 好… 好…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